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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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 送参天 風假 滿光華 既日非凡 是回根 唐朝女皇 不擇天 美觀 流共分擔 盛心 三千妝愛 山月寂波 塵浮身 萬丈雄心 難為你 距離天下 微風靈漓 距離天下 微風靈漓 驕自行事 又是直列 萬情和絕 淚世世流去 看出城邊 知情無時期 總恨天下 二十年 神功魅力 仁平田 兩年平將 在人間 雨中浩劫 無則天 雪兒 虎恨天下 五千妝愛 不做 我是有本仇人錄的 列著所有仇人的名字 是南茵告诉你的 是的 大男人家 好快的一张嘴 不要怪南茵 他也是好意 我不怪他 他是好意 难道你能怪我吗 我错了吗 我没有怪你 也不能说你错 只要你没有怪我 也不能说我错 那还说什么呢 妹娘 夫子知道讲的是忠书 薛文 我不是圣人 妹娘 你跟南茵都知道 我不是没有忍 没有受过 难道我所忍的 所受的还不够吗 那倒不是 而是 薛文 你跟南茵都是我的好友 我的知己 我的身受你们最清楚 我不谋人 人必谋我 你们要我怎么办 自负双手 让人宰割 作以待毙 你们有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受人逼害 看着我死吗 妹娘 我跟南茵之所以从丽州到长安来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我们宁愿我们自己粉身碎骨 也不愿意看到你受到任何伤害 学文 我很感动 也很感激 这么多年来 你们为我做的 一点一滴 都在我心里 希望你们能够一本初衷 永远这样待我 直到我们三个老死 我欠你们的 今生还不了 百生我一定会还你们的 学文 听南茵说 你本来不打算再进宫来的 可是最后你还是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为了什么 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忍心再说什么 又能再说什么呢 怎么样 妹娘变了 妹娘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妹娘了 一个人 经历过太多的事之后 总是会变 妹娘不但是经历过太多的事 而且经历过太多的苦难 一个弱职女子 今天还能够站在这个人世界 已经算是艺术了 或许 这就是袁道长所说的天意 天意 我想过了 既是天意 就不是你我这人力所能阻拦的 所能挽回的 你的意思是 打从当年 在历州辞别夫人那一刻起 我这一生已经交给妹娘了 但是 人各有志 我不勉强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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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是我奏请娘娘 接五妹娘回宫的 没想到 真应了长孙大人所说的 前门巨郎 后门迎户 我很惶恐 哀家不怪你 毕竟你陷的这一气 使得哀家击败了萧云儿 为妆儿争取到太子的名分 要怪的是 五妹娘天生妖女 浪子野性 谢娘娘不罪之恩 现在妖女已经把她的儿子 接进宫来了 她的用心 哀家也已经告诉你了 事关忠儿 也关系着哀家 跟你的安危 今天哀家招你进宫 你要替哀家拿个主意 娘娘 我知道事关重的 但是真假皇子的事才过 娘娘刚脱离风险 牧下不昧娘又正得宠 我认为娘娘站坐迎刃 不宜有任何的行动 难道就让哀家跟庄儿等着挨她 等着挨扶的阴谋迫害 朝廷还有长孙大人等诸元老重臣 我想五妹娘不敢明目张胆操之太极 娘娘你不必太过虑 牧下唯一能做的 就是拉拢萧淑妃与她联手 安家知道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妹娘 是 来 妹娘 皇上为什么不留在自己宫里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朕讨厌偷她 看都不想看她 朕心里想的只有你 来 妹娘 让朕来 皇上 你不会 让朕试试 不行 怎么能让皇上卸妆 妹娘不敢 说什么不敢 你忘了 朕曾经跟你说过 没有人在的时候 我们就像民间夫妻一样 民间夫妻还有化媒之乐 朕为什么不能替你卸妆呢 这 坐下 朕试试 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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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樣還不錯吧? 真是難為皇上了 行了, 從今夜起, 朕就夜夜伺候你卸妝了 不行, 那成何體統呢? 好, 以後再說, 以後再說, 來 皇上, 紅兒已經回宮了, 妹娘還沒有替紅兒向皇上討個風呢 這, 朕就封紅兒為代王, 行了吧? 是嗎? 妹娘帶紅兒, 叩謝皇上恩典 快起來 妹娘, 要不要趙太醫來看看 不用了, 一會兒就好了 這回沒有人會懷疑, 妹娘懷的不是龍胎了吧 好了, 妹娘不怪皇上 妹娘從來就不會怪皇上呢 妹娘 皇上, 我們已經有紅兒了 你想, 這一胎為紅兒添個弟弟, 還是妹妹? 都好 好 妹娘 只要是你為朕生的, 朕都喜愛 不過, 朕希望這一次生個女兒 跟你一樣美的女兒 但願幾個月後, 能如皇上的願 只是 今夜 朕節呢? 是你們帶她出去玩了 我不舒服 她在宮裡吵得我頭疼 你怎麼了? 有沒有招太醫來看看 太醫也治不了 我是讓五妹娘那個妖女氣的 提起那個妖女 我就是來提醒你一聲 她已經除掉了漢王 不但把她兒子帶進宮 也在宮裡增添她的勢力 很明顯的 她是要展開反擊 你我都要小心 我不怕 大不了是命一條 只要有娘娘在 我敢跟她拼命 這真是哀家的來意 我要告訴你 唯一的辦法 就是你我同心協力 洗手合作 再配合長孫大人等 諸元老重臣 才能有效地對付她 皇上駕到 臣妾非言後見皇上 平山 謝皇上 謝皇上 皇上 你到這兒來做什麼 臣妾 是看蕭淑妃身體不太舒服 特來看看她 哦 臣妾回宮去了 告退 謝謝 諸妾 好好的伺候皇上 好好地伺候皇上 是 你真的不舒服 怎么了 云儿本来有点头胆 不过现在皇上一来 云儿就好了 那就好 那就好 皇上前些日子的事 真把云儿吓坏了 云儿只有见到皇上 才能够心安 云儿不要怕 一切有阵 阵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云儿知道 皇上一向最疼啊云儿 云儿可也是最关心皇上的 五妹娘是个妖女 皇上以后最好少接近她 云儿 皇上 云儿是好意 长孙大人诸位 一心想除掉五妹娘 并不是没有道理 长孙大人诸位 三朝元老 顾命重臣 忠心为国 他们做的难道会错吗 五妹娘是个妖女 一直包藏祸心 有一天她会篡夺大唐江山 连僧皇帝都 美娘又有了身孕 不能陪朕 朕不愿意看到皇后 所以才来找你 朕不是来听你唠叨的 自从美娘回宫 你就跟皇后化敌为友 联合起来对付她 前些日子的事 皇后跟你分明也是同谋 美娘自始至终 对你们没有一句怨言 家义又有舅舅 一力承担 朕也就得过且过 没想到你们竟然 你们两个实在令人厌恶 皇上 皇上 小王子 别哭了 叩见皇上 妹娘扣见皇上 快起来 谢皇上 小顺子给武昭仪请安 小顺子不要多礼 谢武昭仪 怎么了 谁惹皇上生气了 还会有谁 他们两个还不肯放过你 萧除非居然在朕面前骂你 简直像个颇妇 皇上也真是的 妹娘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原来是 这也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啊 你就让他们骂去 妹娘已经受惯了 又不会少块肉 妹娘 还是你好 皇上 既然觉得妹娘好 那就该对妹娘 你想要什么 只管开口 皇上宠爱 妹娘什么都不缺 那 皇上 前些日子许过妹娘什么 呃 朕要许你为贵妃 妹娘现在不要贵妃了 你不要贵妃了 那你是要 妹娘斗胆 想在贵妃之上立个名目 陈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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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者 帝居也 不贵妃 真一念 真的 这么大的事奴婢怎么敢骗娘娘 好个妖女 这是她第三步 陈妃的地位 由高于贵妃 她是想谋去挨家这个皇后了 这种大事 皇上必得跟诸重臣商量 莲儿 快去请我爹跟舅舅 知会长孙大人 是 臣请陛下 此事万万不可 为何不可 臣妃之号 有高于贵妃 一切起居服用 居马仪仗 跟皇后只差了一段 那还是在皇后之下 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臣启陛下 依照本朝谍制 只有贵淑得贤四妃 并没有臣妃的名号 朕知道没有 就是因为没有 所以朕才要再创一个 臣耕一文万万不可 还请陛下明察 两万贤卿 臣启陛下 本朝典制 乃高祖以先帝所制定 皇上不可以冒大不韦 轻易地更改 再说此事没有先例 这 陛下 赐妃贵书得贤 如今陛下 立武昭一位贵妃 已经是破格着身了 点锁不如 如今他居然还要自称 陈妃的名号高于贵妃 老臣不能不提醒陛下 以防他破坏了本朝的典章制度 荒谬叵测的隐形 你不答应就不答应 又何必 老臣立府三朝 又蒙先帝 唯一顾命之子 为了唐朝 为了礼仪是后代 老臣不得不犯言之间 好吧 这知道了 舅舅 跟四位亲家 请出宫吧 臣等告退 妹娘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有什么不对呢 皇上要立你为贵妃 已经是超越了赎德贤三妃 你还要另创个什么臣妃 臣妃有什么不好 这是破坏朝廷典章制度 这是僭越 南医 你也认为我不对吗 妹娘 我从不会认为你不对 可是学文说的是对的 如果 我的要求真的不合理 那皇上为什么又要答应呢 那是皇上宠爱你 是我直言 皇上根本就是一个 没有主见的人 他适合做平民 想民间夫妻和美之乐 学文 美娘 如果你视我为知己 我当善尽严则 知无不言言无不谨 我敢说皇上答应也没有用 因为各元老众臣 绝对不会让皇上立你为臣妃的 是否可认意 去 美国 achei 词们 怎么跟媚娘说 教证怎么跟媚娘说嘛 皇上 媚娘 叩见皇上 起来 媚娘 他们不答应 不答应什么 他们是谁呀 正是说 立你为臣妃的事 这就他们不答应 原来是 不答应就算了 媚娘也不要做什么 臣妃贵妃的了 免得让皇上为难 招皇后跟萧淑妃记恨 害朱大臣寝食不安 媚娘 你真好 真 皇上 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们来日方长 知道媚娘好 以后多疼媚娘就是了 怎么了 小家伙刚才 踹了媚娘一脚 我摸摸看 我不要当臣妃 有一天我要当皇后 皇上 不要着急 皇上 这已经是媚娘第二胎了 会很顺利 很快 夫人 媚娘这一生生 就像撕裂了朕的心一样 这几次人了 怎么半天还没生呢 皇上已经不是 头一回的伟人妇了 难道每一回都这么惊急吗 对了 以前刘氏他们生产的时候 这好像没这么惊急过 或许是因为 这都没有像这样守着 可见皇上宠爱媚娘之身 绝不知道 历朝历代的君王 当他们的后妃 在生产的时候 是不是也像皇上一样 这么惊急地守着 这 这 这就不知道了 皇上 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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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郎夫人 启禀皇上 我昭仪产下一位公主 五女平安 好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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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媚娘 靠近皇上 靠近皇上 起来 朕都有赏 谢皇上 谢皇上 皇上 媚娘 苦了你了 姐姐 媚娘 你固然苦 可是皇上也不好受 一直在外头守着 急都急坏了 皇上 媚娘信不若密 为皇上生了个公主 是啊 正如朕的心愿 媚娘 谢谢你 我去抱红儿来看见妹妹 生了 是个女的 是的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她已连生了两个 可是哀家 娘娘 现在不要计较这个了 奴婢以为 娘娘应该去看一看她 哀家去看她 娘娘 难道看不出来 萧淑妃已经完了 想要利用她 挽回皇上的心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五娇仪现在生产 皇上一定在那儿 娘娘这时候去看她 一方面可以讨得皇上的欢心 另外一方面 是表示对她的友善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何兰夫人 两位还没有安息啊 还没有 媚娘生了卫公主 母女均安 两位可以放心 做母亲的生产一回 就如同经历了一场大难 真不容易 夫人怎么回来了 皇上在那儿陪媚娘 我怎么好待在那儿 我借口去抱红儿 去看妹妹就回来了 我借口去看 美娘 女儿像你 好美 红儿的俊义像父皇 皇上也不吃亏呀 起禀皇上 娘娘看武招一来了 奴婢叩见娘娘 起来 谢娘娘 臣妾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起来 谢皇上 武招一 也恭喜你又给皇上生了个公主 谢谢娘娘 莲儿 奴婢在 哀家带了些补品 好让你补补身子 这怎么敢当呢 春梅 快接下来 是 谢谢娘娘的恩典 自己姐妹还用客气 哀家没能为皇上 生个皇子公主 你都代劳了 说起来 哀家该谢谢你了 就这个孩子 哀家 可不可以抱抱 皇上 快给娘娘抱抱啊 好可爱啊 好美啊 陛下喜获公主 臣等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谢谢诸位亲家 众亲平身 众亲请起 万岁万岁万万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媚娘 你总算是脾气太累 终于能过着平安幸福的日子了 奶娘 只怕这美好的一切 只是净花水月 空患一场 媚娘 你怎么会这么像呢 这会儿 皇上是多么地宠爱你啊 不错 皇上是很宠爱我 可是 皇上越是宠爱我 皇后 萧淑妃 长孙大人等重臣 越是恨我 谁又知道 他们会不会再计算于我呢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真是围在旦夕 不会的了 会的 真有那么一天 覆巢之下午无完软 这无故的小生命 还有红耳 哪能幸存呢 奶娘 到了那个时候 这美好的光景 不就使净花水月 空快一场吗 媚娘 我认为你真是多虑了 人无远虑 必有尽忧 我如今是进宫之鸟 心惊胆寒 不过 奶娘你放心 从前那个天真无邪 胸无城府的五媚娘 已经死了 如今的我 再也不会任人宰割了 为了延续目前的好日子 为了更上层楼 我不但要自保 我更要反扑 无情的对不利于我的人 给予致命的打击 他们将从这本册子中 一一被删除 永远地从这个世上消失 无影无纵 媚娘 当然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必须要付出代价 如果要我牺牲一切 我也在所不惜 媚娘 有时候得饶人处 妾饶人哪 对敌人宽恕 这是对自己残酷 奈马儿 我该怎么做心里有数 不要再说了 我出去走走 春梅 我没有胡感到有你 你们看着和你们 还要到那个《无尾》 我把你拿到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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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尾子 我拿到尾子 去吧 南茵 美娘 你怎么到外头来 满月了 整整一个月都不能出寝宫 闷都闷死了 随意满月我就出来跑跑 我日子都过糊涂了 徐温呢 这个时候啊 她可怕正在用功 好久没见你们两位了 来 陪我去找她 我们好好聚聚 娘娘 小公主已经满月了 哦 这么快啊 奴婢听娘娘记着呢 娘娘 奴婢认为 您应该跑头一个去看她 好 好 媚娘 学文 请坐 请坐 媚娘 小公主已经满月了 是啊 我们也好久没见了 所以 我就拉了南茵来 我们三个好好聚聚 你 莲儿 艾家不愿让萧云儿 知道艾家来看武昭仪了 你留在这儿守着 万一看见萧云儿的人 赶快进去比治艾家 是 来 奴婢扣起娘娘 起来 谢娘娘 今天是小公主满月 艾家来看看武昭仪 哦 回娘娘的话 武昭仪不在 一大早 武昭仪上哪儿去了 武昭仪闷了一个月了 等不及待 一大早就出去散步去了 小公主呢 睡了 你忙你的 艾家进去看看小公主就走 小公主 你会员 你坚持人 你还不能撒清 你 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家回宫去了 宫送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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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南英跟我早就准备好的 原来是想请贺兰夫人带进后宫的 既然你来了就当面交给你吧 你们太客气了 对你来说 我们总算是孩子长辈 孩子满月 做长辈的怎么能不闻不问 我们又送不起什么贵重的东西 只好打块金锁片 要表贺益 让你们破费了 我只有代表孩子 谢谢两位穷伯伯 皇上下朝了 他一定会去看我们母女 我该回去了 皇上下到 妹娘酷敬皇上 快起来 谢皇上 妹娘 这么早你上哪儿去了 闷了一个月好难受 一大早就出来走走 碰到南婴 让他陪我去找学文 我们三个好好聊了一下 你看 这是他们送给孩子的满月礼 他们两位实在太周到了 只是怎么好让他们这么破费呢 南婴说得对 他们总归也是孩子的长辈 孩子满月 他们怎么好意思不闻不问呢 朕也是一算 今天是孩子满月 所以一下了朝 就赶快跑来看你跟孩子 赶快陪朕进去 奴婢叩见皇上 起来 谢皇上 小公主睡醒了没有 回禀皇上 小公主还在睡 那我们得小心一点 不要吵醒她 来 妹娘 嗯 孩子是不是盖得太少了 脸怎么这么凉啊 不会呀 皇上 月亮 怎么了 孩子 孩子没有气息了 孩子 这 这 这怎么会 来人哪 皇上 叫问你 小公主怎么死了 小公主 奴婢跟武教爷出去了 不知道啊 奴婢该死 川梅跟妹娘出去了 奴婢一个人留在宫里 可是 奴婢一直没进来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一个人留下来 照顾小公主 小公主死了 你不知道 奴婢该死 奴婢该死 奶娘 你一直没有进来过 那这 这块玉佩 是谁留在孩子身边的 妹娘 娘娘来过 一定是娘娘留下来的 娘娘 是的 妹娘你出去不久了 娘娘家里 说是来看看 妹娘跟小公主的 妹娘不在 娘娘就一个人进来了 你 你没有跟进来 娘娘娘说 叫我忙我的 她看看小公主就走 奴婢不敢违抗娘娘的意志 所以 你 你为什么不跟进来 你为什么不跟进来 不是 你为什么会害死小公主 你为什么害死小公主 为什么害死朕的爱女 你为什么害死小公主 为什么害死朕的爱女 小公主死了 啊 小公主死了 怎么会 怎么会 你自己明白 不 皇上 臣妾不明白 臣妾不知道 朕问你 你是不是去看过小公主 皇上 朕问你 快说 臣妾是去看过小公主 不 你走了之后 他就死了 不是你害死他 还会有谁 不 臣妾没有 不是臣妾 你还不承认 皇上 臣妾说的是实话 臣妾是去看过小公主 可是 并不是臣妾 今天刚好 小公主满月 臣妾好意 去看看他们母女 臣妾 可巧武昭仪不在 臣妾进去看看小公主 放下一块玉佩 作为主河就回来了 一看也没有停留 怎么会是臣妾 真的不是臣妾 今天 是小公主满月 你好意去看他们母女 那你为什么趁着 妹娘不在的时候去 不 臣妾不是顾一辗 武昭仪不在 臣妾不知道 武昭仪会不在 更没有想到 武昭仪这么早就出去了 那就是你趁武昭仪不在 临时起义下了毒手了 不 臣妾没有 不是臣妾 你还敢狡辩 你还说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让柳妈跟进去 而一个人进去看小公主 臣妾没有不让柳妈跟过去 臣妾是看柳妈正在忙 而且臣妾打算看下小公主就走 所以 你很会说话 你很会说话 莲儿 你有没有跟皇后到武昭仪的请宫去 奴婢是去了 可是皇后交代奴婢守在门外 所以 奴婢没有进去 为什么也不让莲儿进去 臣妾是不愿意 臣妾是不愿意 让萧云儿知道臣妾去看过武昭仪了 所以要莲儿守到外面 怕被她的人看见了 启命皇上 皇后是这么交代奴婢的 住手 莲儿 还敢帮她说话 还敢帮她脱罪 奴婢不敢 奴婢不敢 你 皇上 不要怪她 她是无辜的 不要怪她 朕怪你 她是无辜的 那你就有罪了 杀死了小公主 杀死了朕的女儿 她才刚出生 刚满一个月 又有何故 你这么阴厉 这么心狠手了 你 父王 皇上 不是臣妾 请你相信我 臣妾是无辜的 臣妾是冤枉的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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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容不得你 朕也不会让你抵赖 朕先去将小公主的后事办好 再回来处置你 治你的罪 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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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